陈老师 像你求婚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我觉得陈老师的求婚 跟别人不太一样吧 大家都要戒指 单膝跪地 玫瑰花什么的 陈老师是 陈老师是 带了两个皮箱 一箱书一箱衣服 就拎到我们家来了 从今儿开始 我就住你这儿了 她的意思就是说 我就交给你了 可以啊 陈老师 会玩儿吧 陈老师 然后你咋说呢 那就来吧 来吧 行李怎么就这么点儿 我觉得我和秦姐 是极端两个 一个极简 一个极复杂 追问一下 你有担心过说 不让你住进去吗 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 但是这就算求婚了 未免也有一点 简约了一天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 这哥们儿真的 把人都问崩溃 我觉得我们是这样的 我们是先去林郑局 领的证 那你领证之前 你总有点表示吧 你们怎么决定的去领证了呢 领证之前不是 我在一个地方买了算戒吗 然后就领了证 然后护养 然后 等一下 就是很关键的一个点 这个我可能不能漏过 领证之前总得有人说 我们结婚吧 那谁说的 在什么情况下说的呢 我觉得应该是在 一个特殊的日子 你忘了是吧